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部分的第九章 由于是2060 涉及到的是财务分析 我们前面的2050介绍了财务报表 那么基于财务报表 基于特定的这些对外所提供的会计信息 我们要对这个企业来进行财务分析 分析这个企业 产债能力怎么样 盈利能力怎么样 对资产的管理水平又如何 等等等等各个方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它的考证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了财务分析的方法和具体的指标 在进行学习的时候 一方面要知道评价指标的作用 也就是它的分文别类到底怎么样 那是对于存在能力的分析 有哪些评价指标 对于盈利能力的分析 又有哪些评价指标 另外一方面要注意评价指标的计算 从例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本章的分数相对比较多 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难度相对比较低 分数又比较多 像这些内容 就是我们六十分的一个基础和关键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它的整体的试试框架 首先第一部分 叫做是财务分析的方法 我们教材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趋数分析法 第二个是比例分析法 第三个是因数分析法 我们的重点 在比例分析法和因数分析法 比例分析法当中 计算一系列的比例 这些比例体现形式到底怎么样 而对于因数分析法来讲 可以和后面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来以结合思路 展映药师大 第二部分介绍的是 基本财务比例的计算和分析 也就是说 面对这个企业 它的一个财务保养 我们从中间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计算相应的财务评价指标 来确定这个企业 各个方面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那第一个是常债能力比例 第二个是营运能力比例 第三个是盈利能力比例 第四个是发展能力比例 最后是财务指标综合分析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介绍的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好 从知识点的划分来讲 涉及到如下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财务分析的方法 第二个是财务评价的指标 我们的重点 当然在财务评价的指标上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财务分析的方法 那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趋势分析法 第二个是比例分析法 第三个是因素分析法 虽然从历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这部分很少设计 但比例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当中 还是有一些个别的考点 所以对这两种方法 思路总员们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顾名思义 那就是这个企业 它的历史数据和当期数据 来进行一个对比 就是趋势分析法 就好比你前年一年挣了十万 那去年挣了十五万 今年挣了二十万 那明年挣多少呢 是吧 这个是同一个主体 不同时期来进行比较吧 好 对于趋势分析法来讲 有两种不同的应用 第一个是定基 第二个是环比 什么是定基 什么是环比呢 定基定基 比较基数定下来 环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比较基数 逐渐逐渐的往后移动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一二年 一三年 一四年 一五年 这总共四年 一个企业 它的营业收入 分别是 一百万 二百万 二百五十万 然后呢 假设是三百万 三百万 好 这四年 那么对于这四年来讲 我们如果说 计算它的定基指数 定基指数 我们基数要定下来啊 我们假设 定二零一零年 是做一个定基的基数的话 计算一三一四一五 这三年 它的个定基指数 那就应该是 二二别五和三 这不就是 用一三一四一五 它的销售收入 再出一个 一二年 这个固定期的销售收入 得到三个定基指数 那环比指数呢 环比环比 它的一个比较基数 会逐渐逐渐的往后移动 你比如说 我们计算一三年 它的环比指数 就应该是 一三年和一二年相比 两百再出于一百 它的环比指数是二 那接下来我们分析一四年 分析一四年 它的一个基数 要向后移动 一四年 营业数是二百五 而一三年 一三年呢 是二百 只用二百五 再除一个二百 得到的是 一点二五 这是 一四年的 环比指数 那一五年呢 一五年 向后挪了一年 它的比较基数 也得向后挪一年 那也是三百 再出于二百五 给得到的是 一点二 好 这就是定基 和环比 对这两种指数来讲 一般来说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定基指数 它的优点呢 就是简便直观 以同一个基数 来进行比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比例分析法 比例分析法 顾名思义 那就是计算特定的 财务比例 请问同学们 啥是比例啊 比例不就是 有分子 有分母吗 分子 所以分母 这才叫比例嘛 对于比例分析法来讲 这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们整个第二个 设计点 都在谈及 比例分析指标 那么对于比例来讲 我们可以分为 如下的三大例 第一个是构成比例 第一个是 总体和部分的关系 比如说 流动资产 在总资产的比例 那流动资产 就包含在 总资产当中 这是构成比例 第二个呢 是效率比例 效率比例 体现的是 投入与产出 你比如说 净资产收益率 那净资产收益率 这个指标 如何计算 应该是净利润 再出一个 总资产 把这个指标 写在这儿 你们就可以看得出 净利润 这不就是我们的产出吗 产出就是收益嘛 而总资产呢 总资产 这不就是我们的投入吗 所以体现的是 投入与产出 之间的关系 效率比例 第三个呢 是相关比例 好 对于分子分母来讲 它们有关联 但既不包含 也没体现 投入和产出 比如说流动比例 流动比例 应该是流动资产 再出一个流动负债 分子分母 包含的关系吗 没有 分子分母 体现投入和产出吗 也没有 再比如说 资产负债率 它的分子呢 是总负债 它的分母呢 是总资产 没有包含的关系 也没有投入产出的关系 体现的是 两者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好 这个是我们三种 具体的比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因数分析法 因数分析法 又分为 连环替代法 和差额计算法 那连环替代法 怎么用呢 看下面的表述 将分析指标 分解为各个 可以计量的因素 并根据各个因素 之间的一损关系 顺次将各因素的 比较值替代 基准值 具已测定 各因素 对于指标的影响 对于 这个基本的思路 你们就不要看了 跟着我的思路来 通过相应的题目 把它搞定 那么对于 因素分析法来讲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 现在实际和计划 可能有了差别 那么实际和计划 这个差距 到底是哪些原因 所产生的 咱的分析 那么这些原因 对这个总体的差异 到底影响自己 和咱的计算 好 我们看下面的道题 某企业2010年8月份 A材料的实际费用 是6720 而计划费用 是5400 两者之间有了差异 由于材料费用 由产品产量 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量 和材料单价 三个因素的成绩所组成 因此 可以把材料费用 这个指标分解为三个因素 然后逐个分析 他们对材料费用的影响程度 现 假设这三个因素的数值 如下表所示 好了 那么 对于 我们最终分析的是 材料费用总额 计划是5400 实际是6720 多出了1320 多出了1320 那就是由产品产量 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量 材料单价 这三个因素所引起的 那么 对这三个因素 是如何影响1320的呢 每个因素到底影响多少呢 我们用连环替代吧 好 那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我们首先 列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 我们全部用计划数 并且根据告诉的 这三个影响因素 从前往破例 一定注意 这个顺序不要乱了 顺序一乱 结果就不一样 好 我们第一个式子 列计划数 那就是计划的产品产量120 再乘以 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量9 再乘以材料单价 5 这三个都是计划数 计划数量呢 那一定是540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式子列数 第二个式子 既然是连环替代 连环替代 那咱要一步步的替代呗 怎么替代 用实际词替代 计划数 并且连环替代 一步一步的替代 不能够一下全都替完了 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是产品产量 用它的实际值 140 替换计划 120 140 再乘以9 再乘以5 诶 这得到一个数字 我们假设是A 我在这儿呢 就不计算了 第二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我们还得替换啊 我们刚才替换了一个参数 在这儿呢 同学们记住 替换为实际的 咱就不能够动它了 140 已经替换为实际的了 我们就不动了 接下来我们替换第二个参数 那就是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呢 计划是9 实际是8 所以用8 替换9 再乘以后面的为替换 我们用计划数来表示 这应该是B 假设是B 第四个式子 那就是全部都替换呗 全部替换为实际数 140 再乘以8 再乘以 实际的单价 应该是6 这样出来呢 那应该是6全20 这样1234 如果用2 再减去1 2-1 这啥啊 2-1 这就是产品产量 对材料总体费用的影响 用3-2 这就是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量 对整体材料费用差异的影响 那 4-3 这就是材料的单价 这个因素 对整体材料费用的影响 那么计算出来 三个影响值就有了 三个影响值 同学们一相加 一定等于1320 只有一种情况不相等 那就是你做错了 做错了就不相等了 只要你做的正确 那一定是三个影响因素 各自的影响量 一定等于1320 相加一定等于1320 好 这就是连环替代法 在连环替代法的基础上 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精简 进行一个简化 这就得到差额计算法 它是利用各因素 实际数与基准值之间的差额 来计算各因素 对分析指标的影响 还是刚才这道题 我们现在用差额计算法 那么用差额计算法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因素 产品产量 用实际值140 再来减去计划值120 直接就相解 然后 第二个因素 单位产品材料的消耗量 对整体材料 费用的影响 好了 前面这样经过了替换 我们就用实际数140 再诚意 第二项 我们也要计算差额呀 对于单位产品的材料耗用量 它的实际数是8 计划数是9 两者相解 再乘以这个5 计划的5 没有替换过的 我们一定按照计划数 好 那么第三个材料单价 140 再乘以第二项材料的单号 已经进行了替换 这个地方用实际值8 再乘以材料的单价 材料的单价实际是6 计划数 两者相解 这得到第三个数据 这样呢 直接得出产品产量 产品的材料单号 和材料单价 对最终材料费用的整体影响 这实际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意 不就是前面连环替代法 进行一个计算过程的简化吗 就得到这样的差额分析法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数据点 关于财务分析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 这当然是我们的重点 财务评价指标 请同学们放心 每年那一定有题目 你看17年 16年 15年 都涉及到单选题 也涉及到多选题 这个分数基本上都在三到十分 还是比较可观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 所涉及到的具体指标 指标比较多 好 我们在这一部分 对一个企业 基于它的财务报表来进行评价 有存在能力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 发展能力 四个方面能力的评价 我们用的方法是比例分析法 既然是比例分析法 那么下面这些具体的计算公式 那就是有分子有分母 好 我们看一下常在能力 常在能力 分为短期常在能力 和长期常在能力 那么对这些具体的评价指标 两个要求 一分门别类 知道了它的分门别类 你就知道了 这些指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或者说 对于某一个方面的能力评价 我们用哪些指标 第二个呢 这些指标的计算公式 学到最后 你就拿着这张表来看一看 一个方面 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第二个方面 你自己来回想一下 每一个具体的指标 它的计算公式 到底怎么样 好 这是这个表 它的两个要求 那接下来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对于不同的能力评价 用什么样的指标 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先把它完成 那也是指标的分门别类 首先 对于常在能力来讲 分为短期常在能力 和长期常在能力 短期常在能力的评价指标 流动比例 受动比例 长期常在能力的评价指标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例 权益乘数 对营运能力来讲呢 指的是 对这个企业 管理资产的水平 到底怎么样 那么 如果说 管理资产的水平比较高 那营运能力 就比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 干同样的事 用更少的资产 或者说 用有限的资产 能干更多的事 具体指标有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等等 好 这儿的率 实际上就是 周转次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 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 2017年的教材有两个 净资产收益率 和总资产净利率 2018年的教材 加了 营业净利率 好 你看 盈利能力的指标 它都和盈利分不开 那么盈利以什么体现 经营成果以利润来体现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有盈利的净利率 有 收益率 有净利率 发展能力 发展能力 对这个企业来讲 它的发展能力怎么样 我们不主要看它的增长率吗 所以你看 盈利的增长率 评价发展能力 还有资本积累率 评价发展能力 好 通过这个表呢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完成 那就是分门别例 第二个任务 那就是这些具体指标 它的计算公式 我们后面再说 好 我们先看两道题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下面这道题 分门别类 你们能不能搞定 在下列财务比例当中 随企业 产在能力分析的指标是 像A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这是营运能力的指标 后面我们会学 净资产收益率 诶 是收益率 这一定是 营利能力的指标啊 营业增长率 由于是增长率 这一定是 发展能力的指标 那这样呢 流动比例 反应企业 短期 常在能力的指标 所以正确答案 选递 好 看第二条题 17年的多选 企业财务分析当中 用于衡量 资产 管理效率的指标 用于衡量 资产管理效率的指标 那主要是周转率 好 那么对于周转率来讲 有哪些呢 应收账还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好 总资产经历率 盈利能力的指标 资本积累率 就是发展能力的指标 资产负债率 厂债能力的指标 所以正确答案 应该是A和C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具体指标 它的一个计算公式 首先 常债能力比例 一分为二 短期常债能力 和常期常债能力 刚才我们曾经谈到 短期常债能力呢 主要涉及到两个指标 一个是流动比例 一个是速动比例 短期常债能力 主要是短期债务 那么短期债务 往往体现为流动负债 所以 我们短期常债能力的分析 两个指标 都和流动负债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关于流动比例 流动比例 我们来顾名思义啊 好 首先这是一个比例 比例就有分子有分母 既然我们考虑的是 流动负债 短期常债能力的指标 所以它的分母呢 应该是流动负债 那分子呢 分子 流动比例 分子就是流动资产 所以我们后面的很多指标啊 它的计算公式 你都别使劲硬碑 使劲硬碑没出路 我们需要大家来进行顾名思义 教大家进行理解 像流动比例 但是流动资产 再是一个流动负债 一个方面 衡量短期常债能力 所以一定有流动负债这个要素 第二个方面呢 来根据流动比例 前面流动两个字 那流动资产就出来了 看下面的说明 流动比例表明 每亿元的流动负债 有多少流动资产 作为 厂债的一个保障 那流动负债作分 这不就是 每亿元的流动负债 单位流动负债 所对应的流动资产吗 是对短期常债能力的一个 粗略估计 适用于同行业比较 以及本企业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 国际认为 生产型行业 它的合理的最低流动比例为二 比较合适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 现在有下降的趋势 好 为什么 为二比较合理呢 这是因为 对一个企业来讲 并不是所有的流动资产 都可以用来 偿付流动负债 你比如说 这个企业 欠银行三百万的流动负债 到期了 企业跟银行说 我现在没有现金 没有应收账款 我现在有什么呢 我的流动资产 就有仓库里面 那些存货 生产出来的商品 我卖不出去 好 如果说你要钱 你要钱 你要在仓库里面去搬呗 这显然不太现实 因为银行会考虑两个要素 第一个 这个货物我搬来 我没有用 第二个 即便把这个货物搬来 那我还得变现啊 那能不能及时的变现 这受不准 实际上还有第三个 那是 你说你这存货值三百万 当我把仓库一打开 发现里面这些存货 全都没变 全都变质了 哪值三百万啊 值三十万还差不多 那基于此呢 流动比例这块 可能就会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有第二个指标 叫做速动比例 速动比例 根据刚才的规律 简单员们大声告诉我 它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什么 它的计算公式 一定是分子分母吗 那分子 是什么呢 速动比例 分子就是速动资产 分母不用说 那就一定是流动负债 所以它的计算公式就是 速动比例 等于速动资产 再属于一个流动负债 问题在于 这个速动资产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 速动资产 顾名思义 那就是能够迅速变现的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刚才我们说 存货的变现呢 比较麻烦 所以速动资产 就如下的两种计算思路 第一个 在流动资产的基础上 减去存货 就行了 第二个呢 货币资金 加上交易计算资产 再加上应收票计 应收账款 再加上其他应收款 这实际上 也是流动资产 在减去存货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用前面的这个 来进行计算 但如果说 我们要计算的 更为精确 更为准确 实际上应该按照 第二个来进行计算 在我们一级将册书的 考试当中 可能更多的 考这一段 也就是说 你的劳劳的技术 在流动资产当中 存货不属于速动资产 就行了 除了存货 剩下的 都可以把它赶到 速动资产当中去 第二个说明 表明每一元流动负债 有多少的速动资产 作为存在保障 经验认为 速动比例 唯一 就说明企业有存在能力 该指标越低 企业的存在能力 就越差 好了 这是短期 存在能力的两个指标 咱看题目 单向选择题 就同一公司的 相同期间的指标 关于流动比例 与速动比例之间的 关系表示当中 正确的事 好 流动比例 大于速动比例 想必流动比例 小于速动比例 好 这是流动比例 分母 我说流动负债 分母 分子是流动资产 好 这是速动比例 分子是速动资产 分母 是流动负债 两个指标 分母都一样吧 并且分母 不可能为负 也不可能为零 只能说正确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分母 就不用考虑它 那分子呢 对于分子来讲 一般情况下 流动资产 大于速动资产 因为速动资产 是流动资产 减去存货嘛 但是 在特定的情况下 像这个企业很怪 这企业有多怪呢 它就没有存货 既然它没有存货 那是不是流动资产 就等于速动资产啊 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是 等于 基于此 那正确的结论就是 流动比例 应该大于 或者等于速动比例 正确答案 选C 而不是选A 好 这是那单选题 看第二道题目 分析企业 在我清晨能力的时候 可以列入 速动资产 哪些呢 货笔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交易性用资产 没问题 那存货呢 不属于速动资产 所以正确答案呢 A B C 和D 第三道题目 通常情况下 速动比例 应该保持在 什么以上 说明企业 有常战能力 对于流动比例 一般二 速动比例 一般来说 应该是 一以上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拥 选拥 100% 好 这是 短期常战能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长期常战能力分析 长期常战能力 要注意 它的分析对象 不是 长期负债 而是 负债总额 为什么 因为 对于流动负债来讲 企业在正常进行过程当中 往往都应该保持 一定水平的流动负债 三个月的流动负债到期了 那赶快 举借新债 所以 从成员来看 流动负债 也作为 企业的 一种长期性的债务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分析 长期常战能力 必须分析的是 债务总额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谈起了三个技术的史料 分别是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例 和权益成数 好 根据 我们在2050当中 学到的 资产负债表的相关内容 我们把资产负债表 进行一个简单的简化 好 在资产负债表的左侧 这是资产 上面是流动资产 下面是非流动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的右侧 代表资金的来源 上面是负债 下面是股东权益 对于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 我们可以把它合而为一 合为总资产 那现在 我们要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 画三条线 得到三个具体的指标 首先我们画一条 黄颜色的线 黄颜色的这条线 它的 黄颜色这条线的上面 是负债 下面是总资产 所以用负债再出于总资产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指标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出于总资产 那接下来第二条线 我们画 绿颜色的这条线 把绿颜色的这条线 到了分子 就是负债总额 分母就是股东权益 这就是我们的产权比例 负债总额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那接下来 我们画红颜色的这条线 红颜色的这条线一画 它的分子就是总资产 它的分母 股东权益 这就是权益乘数 总资产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好 请同学们跟着我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说资产负债率为60% 你能不能计算出权益乘数和产权比例 当然可以 当资产负债率为60%的时候 那我们的总资产呢 就可以看成是100 负债总额呢 那不就是60吗 因为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出于总资产 股东权益是多啥 股东权益 那不就是40吗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权益乘数 计算出产权比例 权益乘数 总资产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所以权益乘数是2.5 产权比例呢 应该是负债总额出一个股东权益 所以产权比例就应该是1.5 你看 这三个长期常债能力的指标 实际上 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与于转换的 好 我们看下面的说明 从企业债权人的角度 资产负债率越低 说明企业 常债能力就越强 从资产人的角度 他希望企业的负债 那是越低越好 因为这样的话 对他自己的一个利益保障 那就越强 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角度来看 希望该指标高一些 为啥 这样有利于利用财务杠杆 增加所有者的获利能力 但资产负债率过高 企业财务风险也会加大 好了 为什么利用资产负债率 会增加所有者的获利能力呢 这是因为 假设一个项目 所有者只有20万 那对这个项目来讲 它的一个投资回报率15% 那现在我找银行借了80万 借了80万 一年赚了15万 假设利率是10%的话 那现在对所有者来讲 一年能赚7万 能理解吧 能理解 那也是 找银行借了这80万 实际上是用别人的钱 给自己来增加收益 这不就是财务杠杆吗 利用20万的资金 撬中了100万的投资 并且得到了更多的收益 这些收益不是给债权人 而是多数的收益 由所有者享受 所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他希望 这个债务比例要高一些 用别人的钱 来赚自己的利润 但是由于这个债务资本 如果比较多 定期付息 到期还本的压力就比较大 这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所以其他财务风险也会增大 一般来说 该指标为50%比较合适 有利于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好 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 产权比例 表明每一元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的一个金额 那产权比例呢 那就是负债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呗 所以体现为 每一元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的一个金额 而权益成数 表明每一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资产的金额 因为它的计算呢 是资产 总资产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嘛 好 像说明二 这些结论 你们都不需要死地应备 你理解了公式 记住了公式 这些结论那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 看下面这道题 某企业资产总额年末为 116万3150元 流动负债的年末数呢 是16万8150元 长期负债的年末数 是20万5000元 则该企业年末的资产负债率 知道啥 好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 那一定是 负债总额 再出一个资产总额 这个负债总额 包括流动负债 也包括长期负债 所以负债总额 168150元 再加上长期负债 20万5000元 好 这是它的负债总额 再出一个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 116万3150元 两者一相处 它的资产负债率就出来了 32.08% 好 这是它的单样选择题 看第二道题目 下列关于资产负债率 权益成数和产权比例 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当中 正确的是 好 那下面的表达式 哪个正确呢 实际上你把这三个 具体的指标 你把它写出来 那基本上这些关键是 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就一目了然 那资产负债率 负债 再出一个资产 权益成数 资产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产权比例 负债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BCD到底哪个正确 就像A 资产负债率 再加上权益成数 等于产权比例 这两者相加等于他妈 显然不对 讲B 资产负债率 再减去权益成数 等于产权比例 两者相减等于他妈 也不对啊 就像C 资产负债率 成一个权益成数 等于产权比例 两者一相乘 这个资产就可以约分 所以得到分手式负债 分母式股东权益 诶 这不就是产权比例了吗 就像C 没有错 完全正确 想B 资产负债率 再出一个权益成数 诶 这当然是错误的 所以正确答案 选C 遇到这样的题目 你别着急 你就把相应的 计算公式写出来 然后看一下 他们之间的关系 正确答案 也就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方面 关于营运能力的比例 营运能力的比例呢 那就是一系列的能力 指的是 这些资产的管理水平 到底怎么样 如果管理水平好呢 我们资产的周转速度就比较快 那也是用有限的资产干更多的事 或者干相同的事 却用了更少的资产 这当然是好事 那么 营运能力的比例呢 涉及到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等等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这些指标 越高越好 越高 周转速度越快 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 资产的管理水平就上台阶 好了 这些指标应该如何计算呢 2018年的教材 有新变化 比如说 像存货周转率 原来的教材 是用营业成本 再出一个平均存货 现在我们变了 不是 我们一切 用主营业务收入 做分子 既然这样 这四个周转率 我们就可以统一记忆 对于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他们的计算公式 都是主营业务收入 再出一个某某资产 在这个地方 我解释两点 第一点 对于这个率来讲呢 指的实际上就是 周转次数 在一个特定的区间 到底这些资产 周转了多少次 第二个 对于主营业务收入 这是一个实际数吧 2050 我们谈到利润表当中 它的营业收入 这是一个实际数 而对于某某资产来讲 这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吧 这是一个实际数 好 实际数和实际数 这两者 要一相处 就是以匹配的问题 主营业务收入 假设是1月1号 到12月31号 来进行一个累计的 那你这个某某资产 用1月1号的某某资产呢 还是12月31号的某某资产呢 好像都不合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往对于某某资产 用七出七末的平均 用1月1号的 和12月31号的平均 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好 这也是这儿的提示 由于分子数实际数 为了更好的匹配 分母呢 应该用七出七末的平均数 好了 有了这个周转次数以后 我们可以计算 另外一个指标 那是周转天数 周转天数 用计算器的天数 再是一个周转次数 假设 我们现在这个计算器呢 是1年 1年365天 我们用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 再除以1年七出七末的某某资产 得到1年该项资产的周转次数 那么你 假设这个资产 1年周转了5次 那么每一次周转的天数是多少 那不就是365 再除以5次吗 对吧 而这就是周转率 和周转天数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看看下面的题目 某私工企业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是9000万 七出存货4000 七末存货呢 是2000 则存货周转次数为多少 这不直接用公司吗 那主营业务收入是9000 七出的存货呢 是4000 七末的存货为2000 七出七末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2 七出七末的平均 作为分母 这样就算出来 存货周转次数 应该是选项C 三次 对这道题目来讲 我再来补充条件 假设 一年 按360天计算 存货周转天数 怎么算 一年它周转三次 一年360天 它每周转一次 要用多少天 这就是它的周转天数吗 那就用360 再除以3 等于120 就是120天 周转天数 120天 好 这是这道单选题 看下面这道题 某企业 2015年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12.6 2016年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18.9 下列 分析当中 正确的是 想A 2015年周转天数 是29天 那怎么计算 365 再除以 2005年 它的一个周转率 12.6倍 想比 2006年 周转天数 为19天 那365 再除以个 18.9倍 同学们自己算一算 A和B 都是正确的 选C 企业信用政策宽松 信用政策宽松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后面 会涉及到 2080 会涉及到 企业的信用政策宽松 说的是 对这个企业来讲呢 我们 大量的采用了 涉销的方式 大家 来进行货物的 这个购买 我们都可以 对它适应涉销 既然都可以适应涉销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应收账款 做事就上升了 应收账款上升 请问同学们 应收账款周转率 是上升还是下降 好 把前面的公司 放在这儿呗 主营业务收入 再处于 应收账款 平均于二 现在 信用政策宽松 应收账款就上升 分母就上升 它的周转率 应该是下降 但现在呢 你看 原来说12.6 现在上升到了18.9 所以选项C不争取 选项D 企业在应收账款 管理方面 这个成绩显著 好 我们说 应收账款周转率呢 我们希望它越高越好 这样呢 我们应收账款 周转的速度就越快 相应 现在失控的问题 没有这个 我们应收账款的管理成绩 还是不错的 有所提升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呢 A B和D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盈利能力的比例 盈利能力一定和利润相关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介绍了三个比例 第一个呢 是营业经历率 你先不要看计算公式 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顾名思义啊 那么营业代表的是营业收入 净利代表的是净利润 所以它那个计算公式 净利润 这是一个营业收入 接下来第二个 净资产收益率 好 净资产收益率 这个地方的收益 代表的是净利润 而净资产呢 净资产实际上就是股东群 所以有的时候 净资产收益率 又叫做权益净利率 又叫做权益净利率 因为分子是净利润 这不就净利吗 分母是股东权益 那不就是权益吗 净资产收益率 这是一个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为啥呢 后面咱再说 那接下来是总资产净利率 顾名思义 分子呢 是净利润 分母呢 是资产总额 如果说知道了 这个资产 七出七末 我们往往用七出七末的平均数 来进行计算 分 为啥 因为这个净利润 这不是一个死点数吗 那同样的 上面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如果说这个股东权益 有七出七末 最好用一个平均数 好 看看下面的提示 对于这些指标来讲 如果越高 顺名企业的盈利能力 就越强 对于总资产净利率 这个指标 如果这个指标越高 分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 就越高 同时也意味着 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 就越强 该指标当然是越高越好 好 这是盈利能力的比例 看下面这道题 据某公司期末的 会计报表的资料 资产总计 七出是100万 七末120万 负债合计 七出45万 七末35万 公司的利润总额 是25万 净利润是20万 它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 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同意们要知道 分子是净利润 直接告诉20万 分母是净资产 也就是股东权益 并且最好用七出七末来平均 在这道题目当中 七出它的资产总额是100 它的负债总额 七出是45 请问同意们 七出股东权益应该是多少 股东权益不就是资产 减去一个负债吗 所以七出它的一个股东权益呢 应该是55 七末呢 七末资产是120 七末的负债是35 这两者一相解 七末 它的一个股东权益应该是85 七出七末一相加 然后是2 就是平均净资产 就是平均股东权益倍 这样介绍出来答案选C 好 这是这道题目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题 17年的单写 现在财务指标当中 数字越大 这表示企业销售能力越强的指标是 好 写扬A 流动比例 这是常债能力指标 写扬D 资产负债率 常债能力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盈利能力指标 人家说的是销售能力 销售能力 一定和销售收入有关 那一定和主营业务收入有关 当总资产周转率越大 在总资产不变的情况下 那主营业务收入不就是越大吗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 选择选项C 17年的单选 稍有难度 需要同学们 静小新来考虑那么几秒钟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发展能力的比例 发展能力 这个企业发展的好 发展的差 我们主要看的是增长力 对于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 有足下的两个 第一个是营业增长力 那显然应该是 本期营业收入的增长额 在属于上期营业收入的什么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今年挣了25万 你去年挣了20万 我问你 今年你的收入增长率是多差 那你一定用增长额5万 再属于去年的20万 在去年的基础上 你增长了25% 营业收入增长率 同样这样的事 如果这个指标大于0 表明企业 本期的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我们的增长额是正确 指标越高 表明增长速度越快 企业市场前景就越好 反之就说明 市场份额在萎缩 这是营业增长率 第二个是资本纪律率 同学们一看这个资本纪律率 觉得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名词 实际上呢 我们看一下这 本年所有者权益的增长 再属于一个年初所有者权益 它实际上就是 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率 好 那营业增长率 从销售收入的角度 资本纪律率 是从净资产 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角度 来进行描述的 都谈起的是增长率的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部分 关于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 我们主要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基本的思路 给你们了解一下 对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来讲 是以净资产收益率 为核心指标 前面我们说了嘛 净资产收益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指标 为啥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计算公式 这儿呢 是净利润 分子 分母呢 是股东权益 对于这个指标来讲 净利润属于谁的 属于股东 而股东权益呢 往往也是股东的一种 股东所享有的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指标 应该是站在 这个项目或者企业的 所有者的角度 那么 对于这个项目或者企业来讲 它的所有者 因为有了所有者资本的原始投入 这个企业或者项目 才能够产生 所以 近资产收益率 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指标 站在所有者的角度 以总资产净利率 和权益陈数为两个方面 它实际上应该是 总资产净利率 再成一个权益陈数 好 重点解释 其获利能力 及权益陈数 对于近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以及各个指标事件的 一个相互关系 好了 刚才我们说 它是核心指标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看下面这个图 对于总资产净利率 它是净利率 再出一个平均总资产 那么对于权益陈数 同学们还记得吗 权益陈数 总资产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啊 这两者一相乘 那不就是分子 净利率 全部股东权益 那不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吗 而对于总资产净利率 又可以分解为 营业净利率 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营业净利率 原来叫做销售净利率 现在叫做营业净利率 虽然都一样 好 再乘一个总资产净利率 为什么呢 你看 营业净利率 营业收入 作为分母 分子呢 净利率 而对于总资产净利率呢 分子 主营业务收入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营业收入 不考虑其他的 分母呢 是总资产 那么这两者一相乘 不就是分子净利率 分母总资产吗 这不就是总资产净利率吗 好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 净资产收益率 这个核心指标 分解为 销售净利率 或者说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总资产净利率 再乘一个权益成数 权益成数 可能是常债能力 总资产净利率 可能是资产管理的水平 营业能力 营业净利率 可能是企业的 盈利能力怎么样 你看 对于净资产收入率来讲 实际上净资产收入率 受常债能力的影响 受资产管理水平的影响 受盈利能力的影响 所以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析指标 当之无愧 这是第二个原因 当然对于杜王财务分析提计来讲 那就是 假设两个企业 或者说企业的实际和预计和计划 和预算相比较 出现了净资产收入率 有差异 那么有了差异以后 我们就要 层层的分解 用因素分析法 来层层分解 到底是哪些指标 对它影响最大 然后呢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一直找到它的根 找到它的源头 最终想办法 从而提高 净资产收入率 好 这个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看下面这道题 在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当中 核心指标是哪个 是哪个 那一定是净资产收入率 所以正确答案呢 选择选项B 好 看第二道题目 关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像A 通过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能够发现企业资本金的变动趋势 没有办法发现这一个 没有办法发现它的资本金 到底怎么样 我们分析的是权益陈述 是负债资产和所有权益 这几大块的一个比例关系 相比 杜邦分析 利用财务比例的内在联系 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来进行综合评价 没问题 财务状况体现为权益陈述 对于经营成果呢 你比如说 像我们的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等 不都体现了净利润吗 净利润 进行成果的体现 像C 杜邦分析将若干财务指标 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没问题 杜邦分析 以净资产税率为核心指标 正确 层层分析 所以杜邦分析 能够研究各项资产的 比重变化的情况 接受企业的借债能力 错误 它不能够研究 各项资产 它们的比例 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整体资产 整体负债 整体的所有的权益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B C和D 好 这道题目结束 我们2060 涉及到财务分析 基本上就接近尾声 这些财务分析来讲 第一个方面 分析方法 三种方法有所了解 第二个方面 我们财务分析的评价指标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两个要求 同学们还记得吗 第一个要求 要求同学们进行分门别类 第二个要求 每一个指标 到底怎么计算 同学们也应该要知道 所以课下呢 同学们把讲译当中 我总结的那个表拿出来 一个方面 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第二个方面 自己再问问自己 这些具体的指标 在计算公式怎么样 好 如果说一时想不起来 你就不明思义呗 至少你知道 这个枪往哪个方向打 然后呢 在翻教材来确认一下 那基本上就能够与你掌握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财务分析这部分 就要道死结束 谢谢大家